大家好,我们还是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吧 还是以色列在伊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跟踪这件事情 对,我们其实的目的还是看看 这件事情发生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这个新闻事件后的一个 它的一个真相 对不对 然后这才是我们 这才是我其实是阅读很多新闻的一个主要目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实际上说说 它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 它背后是怎么样一个逻辑 对我们判断世界局势和很多的这种经济分析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事情都会有很多帮助 这篇文章是说 以色列的情报人士 我们故意选择伊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 我们来看看他说的这件事情 它到底是对不对的 据以色列 耶路斯冷邮报 8月1日报道 以色列情报安全人员的透露 以色列是故意选择伊朗首都德汉兰 对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军实施暗杀 该人士解释说 哈尼亚正处于伊朗的安全保护之下 因此哈尼亚遭到暗杀 会使得伊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你觉得这个人说的是对的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哈尼亚其实他并不是说他在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的一个绝对的领导人 他只是加沙地区之外的这种哈马斯的类似于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 但是他的人气还是蛮高的 如果说哪一天阿拉斯想建国的话 那他可能被选出来当这种领导人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是一个温和派 他并不是特别积极的说 他是在游说于各方寻找一个和平的一个人 他经常去什么卡塔尔啊 或者是土耳其之类的 但如果说以色列或者是埃及啊 或者以色列想在这个地方把他们实施这个暗杀的话 可能在比在伊朗要容易的太多 但是呢 他们是以色列的这种间谍组织啊 他偏偏是在伊朗做这件事情啊 他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土耳其啊 或者埃及啊 对吧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对艾莎对他们来说 不大好交代 对不对 但是伊朗就不一样了 对 伊朗这个 我们之前聊过这件事情 对不对 很早之前 就是说过 其实以色列就是想逼伊朗下场 逼迫伊朗下场的话 去参与战争的话 那美国也就不得不被逼着 对吧 拉下场 现在那塔伊朗湖 其实就是想着 对吧 尽量把大家都拉到牌桌上来啊 别说大家开始说 你现在开始和谈了 那和谈 对吧 打麻将的人都散了 那就不好了 最好是大家再回来 看到这个牌局散的时候 那他就 这么去搞一点试段 让大家 再回到这个牌桌上来啊 他说 这名消息人士称 如果他们愿意 他们可以在卡塔尔除掉哈尼亚 如果他们选择德黑兰 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要除掉 这种哈马斯的首脑 更主要的是 此去可以将伊朗置于两难的境地之中 这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 这个人说的 这就是一石二鸟吧 当然这个除掉哈马斯首脑 这件事情 但肯定是 早就可以除 但是选择这个实际处 也是因为 对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和北京宣言 他们可能整个巴勒斯坦 要开始 和谈 要开始准备建国 或准备 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然后 那个 内坦尼亚湖 就知道这种 纯右翼的 这伊斯列人 他看着 哎呦不行啊 如果你们按照这 这个局势发展下去的话 就没有人 跟我们一起玩牌了 对吧 你们该走的都走了 还是真正的 说不定建国了 那还行 对吧 就是赶紧的 把这件事情都拉回来 据该人士表示 现在伊斯列正拭目以待 中东的战火将如何燃烧 以及伊朗该如何反应 对 他们就拭目以待 看着啊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查另外一条新闻 但不知道是对不对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 BALF 传伊朗最高领袖下令 直接袭击以色列 这条事是 是法新社 然后说的 说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 去31日在伊朗 遭到以色列 这种击毙身亡 震惊国际社会 对此有消息 从伊朗最高领袖 哈尼尼 已经下令 对以色列进行直接袭击 纽约时报 援引三名窒息情况的伊朗官员报道说 哈尼亚 遭暗杀后不久 哈尼尼7月31日上午 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上 一次紧急会议下下达该命令 伊朗和哈马斯指控 以色列对哈尼亚的发动了致命的一个空袭 但以色列并未对此进行表态 目前 他相不清楚伊朗会做出多有力的回应 也不清楚伊朗会对会是否再次调整其攻击 以避免事态升级 但伊朗官员透露 伊朗的军事指挥官正在考虑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特拉维夫和海法附近的一个军事目标 但注意避免造成平民伤亡 官员也没说 正在考虑一个方案 从伊朗拥有盟军的其他的战线 包括也 包括也门 叙利亚 伊拉克 发动协调袭击 以取得更大的一个效果 他们表示 哈密尼对于所有国家的事务 拥有最后决定权 同时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他指示革命卫队和军队 军事指挥官准备好袭击和防御计划 以防战争扩大 以防战争扩大是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袭击伊朗 你看这又是一条新闻 其实说就是伊朗的那个 就是做救治员讲的那个 哈密尼啊 他已经下令攻击以色列 但我觉得这条新闻也是说不确定啊 他真的是伊朗愿意扩大战争 还跟上次一样 上次也是一样对不对 当然他们伊朗也是说我们要报复以色列 然后呢怎么样对吧 这个无人机飞了几个小时啊 刚一开始起飞要轰炸了 那我就提前告诉你对不对 然后我说哎我要对吧 我要我要占你哪里对不对 我要占你的特拉威夫或者是海洋县附近的军事目标 哪个军事目标我告诉你啊 我主要的目标我告诉你的主要目标是我不想避免杀害平民 避免战争扩大化啊 但是我也要做一个表率对不对 要不实在没有办法跟这个盟军的那些小弟们交代啊 怎么怎么会是让你保护的 哈曼尼他怎么就会被以色列在你们国家的首都就会被杀掉了 这个伊朗实在是没面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伊朗的整个报复计划 更多的是在于一个象征意义啊 你就看以色列怎么最赖吧 所以说我们接着来回来看那个上篇报道说 耶路撒冷邮报提到 近一段时间以色列相继对也门黎巴嫩等实施空袭 对此由以色列安全系统内部人员认为 以色列的目标并非是也门或者黎巴嫩 而是伊朗 在这一段时间里 伊朗已经感觉到自己会失去这个中东代理人 说白了就是说以色列还是想拉伊朗下场 对想方设法的对吧 挑逗伊朗啊 你看看啊 你们的这个你都失去 你的小弟再也再也不那个维尼玛首饰瞻了啊 你再不做点表态的话 你可能啊 你就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当那个中东老大了 同时有安全人员提醒啊 未来几天的局势然后非常紧张 为此我们正在持续的进行行事评估 如果权限指挥 有变断立即通知民众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 战场所有的保持着一度高度的警觉和警惕性啊 对吧 以色列当然是要保有警觉性啊 他们的目的就是对吧 在公共火调节战争啊 不让大家说 不让大家下排局嘛 你不用说天气晚了 现在说你们想走了 那不行对吧 我们还没打完呢 如果你这排局散了之后 那坦尼亚胡没法交代 据伊朗当地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7月31号报道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1号人物 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伊朗德克兰遭遇袭击 伊朗哈马斯将矛头指向瞄准以色列 誓言报复 中东局势进行严重升级 刚才我们已经聊了这个东西啊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说 开始要袭击以色列 不知道这个事情是 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还是说他 他真的把这个全面战争要影响啊 我觉得这个全面战争 引发的这个概率还是不大 现在主要还是说 这个大哥实在没面了 我们需要说 敲山镇湖一下 但是能不能怎么样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看看局势的发展啊 哈马斯方面称哈尼亚在参加伊朗新总统 就职典礼之后 呃 与 犹太复古主义者在德哈兰住宿的一次空袭中上升啊 伊朗的最高领袖 呃 就是 哈尼亦 誓言啊 伊朗所有的责任 伊朗有责任为 为哈尼亚的死复仇 犹太国 嗯 犹太复古主义政权又受到严厉的一个惩罚 嗯 嗯 我们还是来说来看看他们的那个 报复的一个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吧 嗯 呃 以色列的媒体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啊 就是说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暗杀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袭击发生在章前凌晨两点左右 一名以色列的制造的长丁凡塔克导弹从哈尼亚住所附近发射 击中了他身 他身处的卧室啊 伊朗媒体称哈尼亚的保镖泄露了 他的一个行踪导致了这个暗杀事件 嗯 事件发生之后啊 伊朗 卡塔尔 埃及 土耳其 俄罗斯 马来西亚等国纷纷谴责 接着目前啊 以色列尚未对此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即便他不回应我们也知道啊 就是以色列 嗯 干的啊 以色列要誓言 把那个汉尼亚及其他他们的领导人啊 都要 清除干净啊 你看美国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啊 他是怎么知道 美国国防部长 那个 奥斯汀 回应表示 他们不认为中东战争 不可避免 但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 美国将 帮助保卫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 呃 布林肯说 美国对此不知情 没有参与 不过 伊朗外交部 呃 强烈的谴责此事 并指控 美国也是以色列的实施 呃 这个 以色列实施的帮凶之一吧 嗯 就说美国 他 他想宅出来 但是呢 那谭尼亚 或以色列呢 他就尽量想办法 不让他宅出来啊 这主要是不让美国下牌桌 对 最好美国在他奔后 对吧 在以色列的背后 给他支持点一些 呃 对吧 赌资 啊 最好能够跟他一起玩玩牌 什么的 那就更好了 另据英国这种金融时报报道啊 哈尼亚于是当天 呃 欧盟 最资深的外交 呃 欧盟最资深的外边 外交官之一 欧盟对 对外行动书长 秘书长 这是恩里克拉末 在德克兰 正在举行会谈啊 白宫中东人士 最高官员 布雷特 嗯 迈格克 在沙特举行会谈 据透露 会谈重点在于说服伊朗 不要做出回应 或 或之才去象征性的一个行动 以避免中东的冲突 呃 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啊 就是欧盟作为一个说客 还是说啊 对吧 因为以色列 你 你那个 你欧洲也挺近的啊 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呢 对吧 这边又开始有战争了 对 欧洲其实也是影响挺大的啊 然后 欧元区啊 对吧 就是避险自禁呢 又得去留下美国 目前还不清楚啊 这场对加沙战争的进程会怎样直接影响 但哈尼亚之死对于哈马斯呢 这伊朗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特别是伊朗 对不对 你们在你们国家啊 以色列的间谍组织就直接把哈尼亚 这怎么哈尼亚啊 直接把那个哈尼亚就给 暗杀了 那伊朗的这个领导人 他心里在把直打鼓啊 啊 下一次是不是他都很难说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看看 看看伊朗的整个报复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看看中东战争是不是会扩大化啊 其实不管怎么说呢 还是对于平民来讲的话 还是避免战争啊 战争呃总体来说 对老百姓就是呃 没有任何好处的 嗯 好吧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